今天和明天要走的那一块 它是比较分散一些的 像有的话呢 就是坐车时间还需要很长 你看它很多山顶上也有寺庙 在那个山顶上寺庙 就那么几座寺庙朝拜的话 就得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 才能够朝拜完 觉得它这个寺庙的规模非常大 而且也是由于这么两方面原因吧 我们台山也被誉为是 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这样一个地方 因为它有普陀山 浙江的普陀山 然后呢 四川峨眉山 安徽的九华山 称为是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 而且这个地方也称为 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而且呢 人们也称它为 一座基督开的一个地方